对呀,王子的身上长出一位坏 看见没什么坏 看见了没 方总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本来是想 你太重了 什么意思啊 想看我换衣服吗 没有 我走 快递 我把快递放到外面了 阿姨,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阿姨,拜托 没什么可商量的 要么交钱,要么走人 我把你带到外面了 我把你带到外面了 你带到外面了 我带到外面了 也行 那我可告诉你啊 再交钱 可不能像现在这么便宜了 每个月 涨五百块钱 五百 是 我没有我 主义 我把我们带到外面了 带到外面了 我需要不能再带到外面了 阿姨 我们是签了合同的 您怎么能坐地起驾呢 什么叫我坐地起驾 这是我自己的房子 我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我告诉你啊 我就给你两天时间 你啊 要不然交钱 要不然呢 你就搬走 一点都不好吃 阿姨 不是 这 别 别插手啊 你 你看 你看不就是个灯吧 十五块钱够了吧 我赔你啊 来来来 我我我转给你 记得收啊 哎呦 真是的 你谁啊 这就是你说的集市啊 哦 哦 你 你 你是他男朋友吧 哎 正好啊 你替他把房租交了吧 我凭什么替他交房租啊 再说了 你没有权利赶他走 哎 我的房子 我怎么没有权利把他赶走啊 你签合同了吗 签了 还有半年才到街 这 他把我地板都泡 都泡了 他 他不该赔我啊 我刚刚在门口都听见了 我是通用租房合同中有一条 屋内硬件损坏 都由房主负责 一切损失 也由房主自行承担 水管是硬件 所以他不需要赔偿 你 真的吗 你不看合同的吗 你 你少吓唬我啊 我的房子我说了算了 我不租了 可以不租 按照合同 你必须赔偿违约金 并且提前一个月告知 你现在掏钱 他下个月立马搬走 凭什么 你要是不服气的话 可以立刻申请诉讼 但是我告诉你 诉讼费也是由败诉一方来承担 而且你会被列入房屋租赁黑名单 没有哪个中介 会再经手你的房子 你别吓唬我啊 你别吓唬我啊 好 好 你厉害 算你狠 他还没走远 要我帮你把 等的钱要回来吗 不用了 这是高明送我的 碎了就碎了吧 走吧 不是要见客户吗 刚才 谢谢你啊 不用客气 要不请你吃饭吧 我都说了不用客气 就当我官员弱势群体吧 对了 你去测一下智商吧 公司报价 什么 你连租赁合同都看不明白 我现在已经严重怀疑 你到底能不能胜任我助理这份工作 这个笑话真好笑 我从来不讲笑话 小姑娘 你可真厉害 我这儿子皮得狠 闹起来 我真的都管不了他 小孩子嘛 都是这样 小时候淘气 长大了才有出息 来 祝我们合作成功 来抓我呀 来抓我呀 给阿姨道歉 给你十秒钟 没事没事 没关系 小朋友你别哭 我把小马给你玩好不好 别哭了别哭了 对不起啊 杨总杨太太 我们方总不太会跟小朋友玩 她不是故意的 她是开玩笑的 我不是开玩笑的 你 方总 我们不是说好不得罪人 我是不想得罪别人 但也绝对不允许别人欺负我的员工 对不起啊 她真的不是故意的 那既然这样 请方总给我儿子道个歉吧 她虽然人小 但是请你尊重她一下 尊重是相互的 是她先不尊重我的员工 她怎么不尊重你的员工了 她自己也说了 小孩子嘛 淘气很正常的 是啊 孩子是小 淘气不懂事 但是你作为父母 不应该及时纠正孩子的错误吗 反而害一副我家孩子还小 做什么都无所谓的态度 我不接受 你什么意思 要不这样吧 杨大太 方总 你觉得小朋友调皮无所谓是吧 来 把这个往你满脸上扔 你不要太过分 方总 你俩给我滚出去 我没事 慢慢在呢 别怕 别怕啊 对不起啊 真的不好意思 对不起啊 小朋友 方总 大家都在里面庆祝 你要不要也喝一杯 你要的东西 打开吧 这是什么呀 好漂亮 送你的 送我的 这个月亮灯送给你 但是人不应该像月亮一样 等着别人来照亮 你应该成为太阳 只有你自己 才能照亮你的人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